近日,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十米台决赛赛后一幕,引发广泛争议。 在该场比赛中,陈玉希以436.80分夺冠,全红禅以427.60分获得亚军。 赛后,一位粉丝在看台上大军,甚至衍生出了对陈玉希和陈玉希家人的攻击。 奥运冠军发文驳斥,这非常可怕。 11月25日,奥运跳水冠军全红禅的湛江老乡,中国跳水名将何冲发表长文,怒斥饭圈行径,批驳了压分的谬论。 何冲表示,饭圈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原本属于娱乐界的现象,如今也渗透到了体育领域。 这是好事吗?这非常可怕。 饭圈文化所带来的情党化和个人崇拜可能对运动员产生不正面的影响。 归根结底,许多年轻的粉丝将自己喜欢的明星或运动员置于一个激进完美的地位。 当这些偶像未能取得预期的成绩时,这些粉丝经常会寻找外部因素来为偶像辩护。 在跳水等体育项目中,裁判的评分成为了诸多争议的焦点。 有些人在不充分了解项目规则和评分标准的情况下,很容易被那些误导性的言论所影响。 比如说这次,就有全红蝉的极端粉丝认为,选手的失利归咎在裁判打低了分数。 何冲表示,这种思维方式是十分危险的。 他剥夺了运动员面对挑战和失败时进行自我反省和学习的机会。 饭圈文化中的一些现象,如过度追捧和盲目辩护,可能导致运动员,特别是年纪不大的运动员。 产生依赖心理,你们总这么说,他可能就真信了。 可能会抛开自己的表现来进行总结。 全红蝉是可以取得四块五块甚至六块奥运金牌的选手,如果就这么毁在聚光灯下, 坦白说,有点可惜。 而且,一个项目有两位实力选手时,真正的成长往往更源于面对困难时的坚持和克服复杂外界因素的能力, 特别是决赛的抗压能力。 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全红蝉确实还有提高空间。 在长文的最后,何冲呼吁粉丝理智追星,不要在这里帮到忙。 媒体评论,跳水舞台,不容饭圈噪音见水花。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中国跳水队从不缺少余量之争,却也因此留下许多携手并进的佳话。 如今,对于陈玉希和全红蝉而言,最默契的队友也同样是最强劲的对手。 陈玉希曾说,我们俩是良性的竞争,互相督促和进步,才能使得自己水平提高。 如果是只有我或者他一个人,很有可能原地踏步,甚至是退步。 11月26日,有媒体评论称,捧杀和棒杀都是畸形的追星文化。 要求体育明星一言一行都要符合自己的想象,没有拿冠军就敢对裁判泼脏水, 到底是真心喜欢体育明星,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亏私欲和虚荣心。 也有媒体表示,爱护那些运动员,就不要用低级粉果鞋他们, 让体育的归体育,恪守应有的边界感,避免爱之深, 则竞争对手之切的无形绑架,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支持。 而就在这场风波过后没几天,11月26日晚, 在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季巴黎奥运会多哈世锦赛选拔赛, 在女双十里跳台决赛中,全红蝉,陈玉希以354.66分夺冠, 尊重规则,理智追星。